范冰冰被抓引恐慌,消息人士,演员为补税忙得团团转,证券日报等中共官媒6日爆料女星范冰冰已被控制的消息,引发大陆娱乐圈恐慌。 有中国娱乐圈老板7日爆料受此事影响,娱乐圈一众演员都在为补税忙得团团转。 广告中国经营报9月7日报道,近日一位不愿聚名的娱乐圈老板透露,受贩冰冰,阴阳合同事件影响娱乐圈发生大地震。 除了公布的演员工作室税收税率从6%提高到42%。 政府口头传达要求各路演员时,月份必须要补缴完税收,这位娱乐圈老板说政府的要求是先去补缴到10月底再抽查。 这个阶段娱乐圈一众演员都在为补税忙得团团转,现在影视圈一见面,画面是这样的还有票码? 我现在缺3000万他说,除了被曝光的演员外,大部分艺人都有偷税漏税的问题。 歌手更严重前200名艺人和前50间影视公司都会中招。 他预刻接下来一、二线演员以及整个娱乐圈将面临大洗牌。 听说有些已经签约的影视项目开始换人,那一位知名演员接戏时,一部电影拿人民币8000万片酬现在已被一个2600万人民币片酬的二线艺人坏掉了。 另一位娱乐圈人士透露,说所有艺人补的税加起来会是一大笔。 演员工作室是用来避税的大部分演员都有偷税漏,税演员就是为了逃税才开工作室。 他表示为了避税10月份之后,大部分艺人的工作室应该都会改成文化公司。 如果演员拍戏拿片酬用文化公司来接,也要缴纳个税,但是在代言商务方面,就可以用文化公司来避税了报道。 引述业内人士说以前演员接戏时,大部分影视公司都会跟大牌艺人签合同,帮艺人代缴税。 然而,此次新税制要求一次性补缴,6个月的税款很多影视公司的日子也不好过了。 一位圈内人士分析,税不可怕可怕的是蝴蝶效应,不但在影视娱乐圈爆发,更会席卷所有广告主税务加献心。 另会来一场风暴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次税务局是下了决心要整治影视产业链。 因为新税制实行,听说已经有影视宣传公司倒闭了早在6月份娱乐圈爆出逃税风波之初,新唐人就曾分析说中共四处撒钱国库,以空虚现在要开始从艺人身上剪羊毛了。 范冰冰因卷入中国娱乐圈阴阳合同,偷税漏税风波,自6月2日之后微博已停止更新,迄今消失,于公众视野三个多月了,期间各种小道消息。 频传9月6日中国证券日报网等多家官媒转载逃税被调查范冰冰被控制将接受法律裁决。 趁国家税务总局东阳市税务局已给恒店各应市工作室发出税务事项通知书的韩文儿范冰冰因这份通知书受冲击被调查演员们的逃税梦都将被打碎报道说,范冰冰目前已被有关机构控制并接受调查,并指称范冰冰还涉嫌银行违规放贷以及腐败案件不过。 当天相关报道已不见踪迹,但仍引发舆论强势关注范冰冰隐身的这三个多月里几度传出她被囚禁,被抓捕,被调查等不利消息。 香港《苹果日报》9月7日趁范冰冰一直留在北京家中,竟带国家税务局调查结果,消息称国家税务局要求她保持低调,不许向外发任何消息而调查报告,廖一月内公布。 文字幕提供